据悉,大使桥底特律一端的工作人员昨天晚上7点20分左右接到可疑电话,称一枚炸弹将在10分钟之内爆炸。 两国当局立即拦截了所有过桥车辆,并派遣防暴警员在桥上搜寻爆炸物。 同时,河岸防卫队也在桥下的底特律河上来回巡逻,拦截船只进行盘查,但结果证明是一场虚惊。 大使桥凌晨一点重新开放,车流在今天早高峰之前已经通场。 目前,底特律警方正在领导调查本次以及上周四的炸弹威胁报警电话的来源。